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上22点 CBA第一外援彻底撕破脸 恭喜朱芳宇广东获成最大赢家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砍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CBA关注广东对的一些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要说一下那么朱芳宇包括广东队在最近在影员方面的一个动态 我们也知道其实目前的距离CBA第二阶段的比赛是马上就要开始了那现在只有几天的一个时间 当然其实对广东队来说我相信了他们现在其实年度的一个最大的任务呢 肯定还是希望能够引入两个外援 目前来看的话威伍斯那已经是真实注册将会代表广东的出战第二阶段那个比赛 所以可能对于朱芳宇来说呢就是在这段时间或者说在比赛期间怎么样去寻找 第二外援然后呢补充到队伍当中 争取能够提升整体球队的一个实力 毕竟我们也看到辽宁队这边呢不仅仅是郭爱伦赵基伟的那些国内的球员状态 非常好 包括他们现在呢此前引入的福格呢取得的分数非常的高在场上那个表现的非常高 另外一方面那么莫兰德呢也已经是正式入主聊天队 所以对他们整个球队的实力提升是相当恐怖对广东队的威胁呢也是非常大 所以对于朱芳宇来说那么在最近必须要物色另外一个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外援来补充他们球队的一个整体的阵容 那么从此前那个消息来看呢马上布鲁克斯那么现阶段虽然说他可能呢 非常想回归广东队但现在呢他还没有好利索而且也没有回到中国可能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的话 广东这边和这个马上布鲁克斯估计的都很难合作 所以先阶段可能对于朱芳宇来说可能在要去其他的球队呢寻找一个新的外援目标 但是就在最近我们也看到在晚上的22点钟左右呢那么朱芳宇这边确实收获了一个重大的好消息 那么对他们新阶段的影员来说呢也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那在最近的晚上22点我们可以看到吉林的这个非常重磅的外援也就是cba第1外援琼斯啊 也是再次在社交平台发文抱怨 他说呢如果说自己不能够打真正的一个篮球那么他宁愿退役他不想呢再听信任何的一个画饼的那些谎言 所以其实从他这番言论当中呢其实已经看得出来他现在已经是彻底撕破了 对吉林这边的一个种种待遇或者说他的一些队友的一些不给力的表现呢已经是相当不满 所以他现在也是完全是想找一个下家呢然后呢 去提前离开吉林队想要去实现争贯的一个目标 而我们也知道其实在此前的话琼斯呢已经是在 啊本赛季到来之前呢那么其实也是三番五次的发文抱怨 抱怨吉林队这边的一个画饼行为 也抱怨其实其他一些队友不给力的一个情况 那总的来说其实已经能够看得出来 其实琼斯呢早就想离开吉林队了 那么在之前他也提出说呢想要去联合其他球队呢 那么去打败广东队然后呢去拿到总冠军那个奖杯 当然其实对琼斯来说我觉得如果说广东队向他发出邀约呢他也肯定不会拒绝 毕竟的琼斯来到CBA他最大的一个任务或者说最大的一个目标呢 就是拿到总冠军的见识 那么从目前那个情况来看的话其实呢 要么加盟辽宁队要么加盟广东队呢可能在本赛季能够拿到奖杯的一个希望会更加大 而我们刚刚也提到辽宁队这边的双外援那个配置呢已经是变得非常的饱满了 所以现在唯独广东这边还缺乏一个重磅的外援那个位置 所以呢其实如果说琼斯接下来愿意去加盟广东队那么相信对整个广东队的一个实力提升都会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助 而相信对于朱芳宇来说呢那么他肯定呢也能够收获一个很大的一个好消息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真的要恭喜一下朱芳源那么在现在呢收获了这么大的一个重大利好 我觉得广东队确确实实呢应该去好好努力一下 看看能不能争取到琼斯加盟 如果说能够把琼斯给拉来那么相信广东这边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最大的赢家那么到时候辽宁队呢可能都要尽出一身冷汗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聊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